桃園石門水庫淤積問題嚴重 為了供水穩定 將建造阿牧坪防淤隧道 作為抽泥充淤兼運沙通道 完工後可增加石門水庫 每秒600立方公尺排鴻量 還可增加每年64萬立方公尺 輕淤量 隧道全長3.7公里 預計109年就能完工 我們現在石門水庫是3億噸 淤積了1億噸 如果要全清乾 一年清500萬立方公尺的話 要清20年 那目前清淤速度比不上淤積的速度 政府有一年串的水利的建設 還有相關的配套作為 還是請台灣的企業家 外國的好朋友 要投資台灣 水 電 土地 人才 人力 不會是問題 賴清樂不擔心台灣投資環境 但日前脫口重申自己是務實台獨工作者 我們中華民國本來就是一個無權獨立的國家 賴清德台獨爭議已經不是頭一樁 在野黨抓緊機會猛批隔魁扯蔡政府後退 而賴清德進入中央後 與蔡總統的矛盾關係也是頻頻浮上檯面 紅瑜新聞陳明燕 張元春 桃園報道 東頓